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口皆碑的实力派唱将 比方说荣祖儿 黄启山 胡海泉 本来就自带热度光环 再加上常驻音乐人的加持 节目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拔高整期节目的利益 在胡夏作庄这期节目中 所有音乐人都毫无保留地自己的大招使了出来 刚能表演一个接一个 大魔王周深最后登场 翻唱了胡夏早期演唱过的闽南京曲家后 从胡夏口中可以得知 当您决定演唱这首歌时 为了能灵活掌握福建方言下的很大的功夫 才吃透闽南语儿节目录制时间 并没有相隔太久 也就是说 周深在短时内就完美驾驭了家后 并非无脑吹捧 要知道 周深是出了名的语言小天才 粤语 湖南话 贵州话 乌克兰语 英语 日语等通通不在话下 所以福建方言对他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就连粤语都能轻松掌握 闽南单曲自然难不倒周深 当然了 并不是周深开了挂 或者说他比其他歌手有多优秀 而是周深不忘初心 不论大小舞台 都是会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也正是因为他的敬业程度 让很多人都琢磨不透 不看到最后 永远都猜不到 接下来会有哪些高光时刻在等着我们 节目播出之后 个人喜爱度排行榜 胡夏跟周深并率第一 田振第二 西琳娜一高第三 阿度第四 不少网友都说 这份榜单带有粉丝力尽 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带有粉丝力尽不假 但绝大多数的歌迷 都是通过舞台经验度来评选的 官方所谓的热力值充分证明了真一点 周深的solo表演加后热力值50万 谁都没有想到 胡夏专场 周深居然是高居榜首 截止到目前为止 周深版本的加后在QQ音乐时时收听人数高达3000多人 这样的成绩对周深本人而言 并不算太出众 但在该节目中 已经算是最优秀的了 更何况 全网并非只有QQ音乐一家平台 如果把全网数据都加在一起的话 结果显然不止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前几期节目翻唱的 听见夏宇的声音 Annie月光 欢乐中国演以及个人单曲人士 数据一直都在不断上升当中 反观加后严格来说 这是一首小众道 不能再小众的单曲 绝大部分路人 都很难通过歌词产生共情 但周深登台表演前 十分走心了就为我们解析了歌词利益 田振听后立马红了眼眶 好比如音乐剧一样 通过天籁之音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赢在真实 贵在走心 这就不难理解 节目组为什么要把周深安排到压轴出场了 话说到这儿 周深近期以来的高光时刻才说了一半 正当网友不舍 时光音乐会二马上就要收官之时 2月9号 周深人民检查概念曲 我的答案音源正式登陆腾讯平台 一经上线之后 热度一齐绝尘 领考微博所有话题热搜 各路官媒也都及时转发了相关动态 看得出主办方确实走心了 不仅有缘曲 其中还包括我的答案 这首歌的伴奏以及和声伴奏 为很多歌迷都解决了一个老大男问题 有了伴奏 随时都可以跟偶像周深一样 用我的答案来致敬新时代下人民检察官 严格意义来讲 它并非是一首新歌 周深的歌迷都知道 早在2022年3月1号就已经上线了 首发是在某云平台 时隔一年的时间 在腾讯音乐登陆 不论是对周深本人还是歌迷 都非常有意义 不仅二次翻红 还实现了覆盖全网音乐平台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接连三天的时间 每次打开手机中自带的音乐软件 都会看到推荐榜单上自动出现这首 我的答案可见周深的影响力多强了 普通路人听的是热闹 但歌迷听的是一种意境 在歌迷眼中 它不仅仅是一首周深单曲这么简单 至于歌词江正能量贯彻史中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品 只要在百度搜索首页输入 我的答案就会出现无数个 跟周深有关的官媒文章 去年年底的时候 还被国家授予了五个一工程大奖 紧接着就出现在了检查日报先锋周刊 标题为我的答案就是 人民同时还登了周深的专访 尽管现在如今已经没什么人在看报纸了 但官媒针对的受众人群并非普通路人 而是在一线的人民检察官意味着人民检察官中 同样有很多隐藏的忠实歌迷 又一次致敬追光的人 一身正气 做出了全能偶像的称号 口碑持续飙升 远超预期 二次翻红 完全是在情侣之中 总而言之 周深身上的正能量标签太多了 多到粉丝数都数不过来 不知道大家再次重温这首我的答案都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熟悉周深过往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 深盖小节的那段时间他真的遭受了很多的挫折 用周深自己的话来说 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他的至暗时刻 在那段时间里 周深曾想过放弃 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周深的身体里 藏着一个倔强的灵魂 周深实在是太喜欢唱歌了 他歌手不下舞台 他一直在用行动 践行自己那份纯粹的热爱 周深的这段经历 鼓舞了很多正在面临困难的年轻人 其实很多时候 困难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只要大家调整好心态 困难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在嗓子恢复之后 周深真的特别开心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周深意识到唱歌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经历这番波折之后 周深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理解 周深觉得只有负重 之后把这份重量相化之后 才能理解什么叫轻盈 周深并没有歌颂苦难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人在经历苦难之后 如果把这段经历化为自己的财富 他前方的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顺遂 作为新生代歌手的佼佼者 周深肯定需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 周深没有被压力击垮 他可以用一种坦然的方式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与他过往的那些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深对舞台的热爱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在嗓子状态不好的那段时间 周深渴望在舞台上唱歌 如今周深已经功成名就 他收获了无数演出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他依然珍惜每次演出 周深说时至今日 他上台前还是会感到紧张 在刚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些惊讶的 在听完周深的解释之后 我瞬间理解了周深的状态 很多娱乐圈前辈都觉得周深很幸福 因为一个歌手要是对登上舞台这件事感到麻木 那么他就失去唱歌的乐趣了 正因如此 周深虽然不喜欢当下这种紧张的状态 但他还是希望当下这种状态 可以在他身上多留存一会 周深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责任 周深在学车的时候 教练说自己有在听周深的歌 后续聊天的时候 周深发现对方竟然喜欢一首相当冷闻的作品 周深感到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那首作品竟然也有不少人喜欢 据周深所说 他还看过一个自闭症男孩在谈大鱼 那首歌给予男孩很多的力量 那些周深看到 或者是周深亲身经历的事件 对他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 这些是让周深意识到 原来他录制的每一首歌 可能正在某个角落陪伴着一个人 我觉得这种事情 真的很浪漫 周深说自己只是在努力完成分内的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能给予很多人前行的力量 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周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因为周深的歌曲 很多人收获了幸福与温暖 周深在得知这些事之后 他真的很开心 这些是让周深意识到 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他坚持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周深说为了那些喜欢自己的人 他会保护好自己 做好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周深的�로 也订了 第一次 会保护好 到底才能守 Sentcer事 少许